第三千八百一十几 叶晨发现这一幕顿时惊喜万分 他拥有的轮回悬碑里 灵碑沉碑已经彻底圆满 现在盐碑得到凤击宝树的滋润 居然也有蜕变圆满的迹象 一旦盐碑成功蜕变 叶晨的龙岩神脉也会蜕变到巅峰 到时候他想要走或许就没人拦得住 搜罗茶树也是惊喜道 村主 你盐碑要蜕变了吗 那就再好不过了 不用牺牲黄泉圣水 能保住黄泉图的风水气韵 叶晨镇定心神 尽量调理盐碑的气息 让盐碑能够更好地吸收这里的灵气 希望真能蜕变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黑夜很快降临 树牢里弥漫着暗红的光芒 是凤击宝树本身的灵光 倒也不显得黑暗 叶晨全副心神 都集中在盐碑之上 只想让盐碑尽快地蜕变 而另一边 穆罕西被押送下去后 关在了房间之中 外面有护卫在看守 他心里牵挂着叶晨 不断地来回踱步 不知为何 他从一开始 就能感觉到叶晨并不是坏人 若是坏人 更不会出手救自己 或许自己根本就不该 将叶晨带回家族 若是叶晨在外界 可能也不会如此受限 直到天都黑了 穆罕西心中越想越乱 更是自言自语道 阿爹今天没杀他 我今天迟早要杀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连他名字都不知道 怎能让他因我而死呢 想到这里 穆罕西咬了咬红唇 把心一横 提着右皇天剑出去 守在门口的两个护卫 齐声道 小姐 你不能出去 对不起 穆罕西也不多说 突然拔出右皇天剑 痴痴两剑 将那两个护卫刺伤在地 那两人咒欲惊变 完全没想到 穆罕西会出手 毫无防备之下 被刺成了重伤 直接倒地昏迷 好在没有危及生命 穆罕西心中砰砰直跳 这还是他第一次 对墨家的人出手 他也知道自己这一次是闯祸了 这两个护卫也是墨家的族人 墨家有规矩 禁止同族互相残杀 为令者死 穆罕西这下虽未杀人 但将同族人刺成重伤 也是违背了族规 一旦被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但他担心夜晨出事 也不管什么后果了 悄悄离开家中 穆罕西出到外面 隐匿住身形 默默感应夜晨的气息 顿时 他便感觉到夜晨被关押在树牢里 此前在神查池的时候 两人赤身相对 因果早已互相纠缠 简不断理害乱 所以 穆罕西 能捕捉到夜晨的气息 阿爹果然准备杀死他 穆罕西心中担忧 悄悄地往树牢而去 凤击宝树极大 树枝树叶又无比繁茂 身形很容易隐藏 故此一路走来 都没人发现 穆罕西的踪迹 夜晨正在树牢之中 全力吸收凤击宝树的灵气 忽然感到外面有异动 睁眼一看 便看到一个茶医少女 出现在外面 那茶医少女脸容 颇为苍白憔悴 身躯柔柔弱 在夜晚的月光下一照 竟是显得 凄美动人 惹人怜爱 莫小姐 夜晨待了一待 这少女正是穆罕西 她完全没想到 穆罕西会出现在这里 穆罕西的手中 还提着幼黄天剑 一副如林大敌的模样 健身还有血迹未干 夜晨见此心头一震 隐隐猜到她此番出来 必定是沾染了天大的罪孽 莫罕西看到夜晨 见她身处牢狱之中 依然神色自若 临危不惧 更觉得她是天上人物 美眸中不禁有了一丝 吃脸崇拜的神色 在足地之中 她没见过此等男子 那个 你还好吗 我来救你出去 莫罕西深吸一口气 胸脯起伏 稍稍平静心神 提起幼黄天剑 展开树牢的牢门枷锁 这树牢是用 凤膝宝树的树枝 铸造而成 比钢铁牢笼还要坚固 寻常手段无法破开 但莫罕西的幼黄天剑 因果气息与凤凰宝树相通 要破开牢门 自然是易如反掌 牢门一开 外面的灵气涌进来 内外灵气互相交汇 夜晨顿觉的气息如潮 轰的一声 烟杯竟从体内飞出 悬浮在半空 一阵震荡 旋即 烟杯红光四射 火芒环绕 显现出了极为磅礴的灵气 夜晨的龙颜神脉 也是猛然开启 一条凶猛的火龙 盘踞在他的身躯上 林林声威 只有风铃锁的限制 火龙只能盘踞 不能飞天 成功了 夜晨感受到这一幕 顿时无比惊喜 得到了凤击宝树的灵气刺激 盐杯也成功蜕变 彻底走向圆满 即便是风铃锁 都禁锢不住夜晨的龙颜神脉 利用龙颜神脉的赤裂温度 再给他一两天时间 他足以融化风铃锁 彻底逃脱出去 这是 莫含熙呆呆地看着眼前一幕 夜晨火龙盘身 视如天上战神 足以令世间每一位女子 为之沉醉 为之心蛇 夜晨微微一笑道 莫小姐 谢谢你 莫含熙看着夜晨的颜碑道 不 不用谢 你这是什么法宝 被风铃锁进攻 居然还能释放出来 夜晨笑了笑 也没有多说什么 轮回悬碑的传说 太过古老神秘 还是不要轻易 向莫含熙牵扯进来为好 莫含熙回头看了看外面 似乎担心有人发现到 先不说这些了 你快跟我离开 我爹要杀你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说着 他进入树牢里 拉住夜晨的手腕 要带他离开 夜晨虽可依靠颜碑 融化风铃锁 自行逃脱出去 但至少也要耗费一两天时间 在这牢狱之中 多耽搁一天 便多一分危险 现在有离开的机会 夜晨自然不会错过 向着莫含熙道 多谢姑娘 莫含熙听到夜晨的道谢 心中说不出的喜悦 便拉着夜晨 迅速离开树牢 沿着小道 往飞凤古城外奔去 他是莫家千金 又是幼黄天剑的直线人 他带人离开 并没有惊动 凤西宝树的树林 一路无惊无险 很快出了城 来到郊外地带 夜晨重获自由 心中喜不自身 再次向莫含熙拱手道 莫小姐 真的很谢谢你 我们有缘再见 随后便转身离开 莫含熙看到夜晨的离去的背影 心中失落 踏前一步叫道 喂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夜晨回过头来笑道 我姓夜 叫夜晨 莫含熙道 你 你姓夜 你到底是异乡者 还是天君世家 夜家的人 十大天君世家之中 有一家姓氏为夜 在太古浩劫之中覆灭 但天君世家底蕴深厚 就算道统被铲灭 也有些残余血脉存留下来 莫含熙听到夜晨的名字 又见他如此威猛的模样 只以为他是夜家的后裔 毕竟在地心狱之中 顶尖的强者 大部分都出自天君世家 散修很少有这么强大的 夜晨心中一震 十大天君世家里 有一家是姓夜的吗 莫含熙道 正是 夜晨沉默片刻 我是异乡者 不是天君世家的人 莫含熙道 你 你果然是异乡者吗 你这般离去 恐怕活不过七天 为什么 莫含熙道 我弟发现你走了 肯定会发现 同志各地的同族分支 再联络 其他天君世家的人 要全力追杀你 你既然是异乡者 不可能逃脱的 夜晨笑道 我也不是什么待宰羔羊 别人想要杀我 没那么容易 此时夜晨的状态实力 已经恢复到了巅峰 尘杯灵杯 严杯又蜕变圆满 实力大增 手上风铃锁的禁锢 最多一两天便可解开 说话之间大有豪气 并不将外人的追杀 放在眼里 他必须尽快地 回到天人狱去 若血龙已经自己陨落 如结局那般 该如何呢 莫含熙思考数秒 还是道 你是个好人 又救了我性命 我总不能让你 蒙受不白之冤 你虽是异乡者 但能挫败裁决圣堂 很可能 就是我莫家先祖 预言的破局者 我想带你去见我爷爷 请他主持公道 叶辰看着莫含熙 坚定的眼神 心中颇为感动 但他难得逃脱出来 实不愿再沾染因果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不是什么破局者 我的朋友 都在外面等着我 我不能再逗留下去了 请莫小姐见谅 告辞 随后再次想要离开 莫含熙道 哎 你能走去哪里 蒂心玉因果封闭 你不可能出去啊 闻言 叶辰浑身一震 的确 蒂心玉极其特殊 除非是圆满非生 否则谁也出不去 要永生永世地固在这里 莫含熙看到叶辰有松动 连忙道 你想离开的话 必须要用特殊的办法 我爷爷是上一代的组长 他见多识广 必定可以帮到你 叶辰脸色一沉道 我是异乡者 你不会杀我吗 莫含熙摇摇头道 不会的 我爷爷很讲道理的 你能挫败裁决圣堂 正是蒂心玉的未来 他怎么舍得杀你 叶辰沉默下来 如果这是离开的话 他的确也不知道 离开蒂心玉的办法 前行再三 叶辰最终点头道 好 穆小姐 我跟你去见见你爷爷 如果他肯替我主持公道 那就再好不过了 莫含熙大喜道 那好 你跟我来 我爷爷这些年啊 一直在一处秘境中 闭关隐居 说完 莫含熙带着叶辰 往前走去 谢谢大家